TikTok收購案鬧得沸沸揚揚 而微軟正式發布新聞稿指出 在與川普通話之後 將繼續探討收購事宜 也有知情人士爆料 美國總統川普同意給予TikTok 45天的時間 與微軟洽談收購事宜 學者分析 微軟在資安與國安方面 如何向政府做出交代 是收購案的關鍵要素 就在各界上傳 微軟有意收購TikTok之際 微軟正式發布新聞稿指出 在與川普對話之後 將繼續探討收購事宜 微軟聲明指出 將確保TikTok美國用戶的所有數據 都轉移到美國 並在幾週內與TikTok母公司 字節跳動討論 目標9月15號以前完成談判 初步提案有意買斷TikTok在美國 加拿大 紐西蘭與澳洲的營運業務 也等同五眼聯盟中四個國家的TikTok業務 都將由微軟拿下 不過一旦收購案不成功 學者分析各國貨將開始抵制TikTok 澳洲 加拿大這邊都會禁用 澳洲那邊德國 華國也會禁用 因為叫國家安全 目前TikTok的估值為2020年預計收入的50倍 也就是500億美元 微軟表示可能會邀請其他美國投資者 收購TikTok的首數股權 不過這起TikTok的收購案能不能成 還得取決於美國政府 新唐人也在電視 趙藤鈺 同時台北 裁縫的